哎哎哎哎 不能接 不能接 试快 李总 不好意思 王总 人我没拿住 没用的东西 下去 哎 你怎么还找到这儿来了 王总 我到你办公室找了好几趟你都不在 你看能不能帮我儿子的工资给捡一下 你没看见 我这忙着呢嘛 求求你了 王总 就给我们捡了吧 行了行了 赶紧回去吧 我过两天就给你捡了 磨磨唧唧的 哎 王总 这位是 李总 他呀 生母工地上小陈的父亲 那个是他儿子 大叔 您儿子叫什么名字 他叫陈永佛 我叫陈天 王总 您看这位大叔人家急用钱 孩子等着开学交学费 你下午就安排财务 把工资给人家结了吧 李总 不结 咱们向他合作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我让你先回去 你听见没有 大叔 您等一下 喂 财务部门 你马上查一下 咱们工地是不是有一位叫陈永福的工人 对 你下午把他工资发一下 另外再给他发六千块钱补助 嗯 好 就这样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不用谢大叔 是我们这边做得不够好 您先回家吧 哎 哎 李总 您这是 喂 人事部吗 对 你马上把人事部的总经理 王梦宝 给我调到后勤部 嗯 好 就这样 李总 为了个农民工 你至于吗 更何况 咱俩还是同学呢 那些钱 在你眼里 或许不算什么 但是在农民工眼里 那是他孩子的上学钱 更是他的救命钱 还有 你千万不要忘了 我们也是一步过从农民工走到现在的 怎么 忘本了 李总 我知道错了 冲击 冲击 你是绑架的人 你绑了我的魂 困在其中 却找不到指纹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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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没事吧 你撞得我都疼死了 你行车不看路的呀 那真的不好意思 你没受伤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什么叫我没受伤吧 要不 我临你去医院看看吧 医院呢 就别去了 麻烦得很 你呀 赔我一千块钱吧 啊 一千 你这也没受伤 你不是讹人吧 怎么能受讹人呢 你快点 别耽误我时间 哎呦 哎呀 那么唧唧的 哎呀 疼死我了 哎呀 撞哪了 疼不疼 疼 疼死我了 哎呀 这大白天走路 你也不看路呀 这我 我也没碰到他呀 你碰到我了 你碰到我们家娜娜了 赔钱 赔钱 你们有没有搞错呀 你们这不是讹人呢吗 刚才那位大叔 也没有怎么撞到你 你也没报警 也没去医院 张嘴就让人家赔一千 你那不是讹人吗 你今天 给还是不给 黄泽水 拿来吧 你 小时光就已去不再回头 尘道德光 照在了大地上 把每个黑暗的地方 全部都照亮 女婿啊 赶快给我抓一万块钱 你弟弟他要过生日了 什么 我弟过生日呢 那一万块钱可不够 老公 对 转什么一万呀 我给您转一万八 过几天呀 我跟瑞瑞一起回去给他过生日 好 那我走了 老公 你再给我转两万呗 我爸 马上就六十大寿了 哎呀 那可是大事啊 我呀 给你转五万 姐夫 你看我这孩子 马上满月了 想请你啊 给主持主持人 哦 你这已经第三胎了 咱们必须啊 得好好庆祝一下 老公 这么高兴的事 你给弟妹转两万呗 弄着干嘛呀 弄着干嘛呀 快转呀 好 哎呀 老公你看到账了 姐夫 那我们先走了 老婆 今天这事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哎呀 老公 咱爸妈年龄一天比一天大了 咱俩这么忙 很少回去 平时呀 都有弟妹他俩来照顾 老公 你就放心吧 我们家 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李总 李总 不好了 咱们公司的缺口 还有一百万 什么 一百万 我想想办法 喂老徐 我这出点急事 现在还差一百个 能不能帮我周转一下 喂 喂 对对对 就一百个 就一百个 哦不 五十也行 五十也行 李总 如果这次我们不把钱 及时汇过去 他就要起诉我们 这可怎么办呀 我知道了 您先去忙吧 好的李总 姐夫 哎 你们怎么来了 哎 爸 这办公室 张学得很豪华 人怎么没有一点精神呢 昨天晚上熬夜了 没休息好 是这样的 你递他有美房 还差二十万 这个忙 你帮不帮 帮 肯定得帮 只不过得缓一缓 缓什么缓 你是没钱了吧 在自家人面前你还装 你装到什么时候 来 把这卡里有五十万 本来啊 是给你弟美房用的 你先拿着 一亿金 姐夫 我这张卡里啊 有四十万 你拿着 姑娘 你哪来这么多钱 哎呀 你就别管了 平时呀 也没少祸祸祸你 这钱 你就拿着吧 这一看呀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 老公 这张卡里 有我的私房钱 还有价总 总共三十万 来 你拿着 爸 谢谢您 大林 好好看 爸相信你 没事 我就嫌回去了 爸 等我过了这个坑 我一定得股子买大房子 大林 只要你们一家人好好的 爸就放心了 比什么都强